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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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时间滴滴滴滴答答过 随意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 我还剩下什么 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 导演在手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就像影红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这怕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情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怎么样才能打动你的心 是爱情吗 让我对你一见有钟情 是爱情呀 就连自然也解释不起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夜深夜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对不起 我会忘记 你们过一会儿 真的打算给小栏一个惊喜 是 是时候让她知道 她男人的身份了 因为那顿晚吧 你知道吗 她把那顿饭钱 看得比自己的命还不重要 這說明什麼? 說明他還是在意您的 怎麼樣? 我的眼光還不錯吧? 是 您的眼光一向獨到 看什麼呢? 鬼鬼鬼祟祟的 他在這裡 在這兒又怎樣? 溫經理 請注意你的身份 這麼明目張膽的 你去哪兒? 我們倆一直在一起 不行 這樣我可能不安的 你不跟我坐在一起 我才會不安 走 好 我 老男人呢 老男人 老男人 不是說他會在這兒嗎? 各位領導 在座的所有嘉賓 評委們 大家好 受主辦方有關部門的委託 本次咱們拍賣大會 由我們旭盛集團全權帶領 當然 為了保證結果的公平和公正呢 我們也請到了監督代表 對我們本次拍賣 進行了全程的依法監督 請允許我宣布 拍賣大會現在正式開始 本次二期土地體拍價為人民幣三億元整 每次加價金額為三千萬元 現在開始競價 遠洋方產給出了三億三千萬 家企集團給出了三億六千萬 三億九千萬 四億兩千萬 四億五千萬 家企集團繼續加價 我們的價格加到了四億五千萬 現場還有朋友要加價嗎 嗯 他的出價以及方案已經基本摸清楚了 只要順利把這塊地拿起來 我相信爺爺一定會對你刮目相看 我做這些不是為了讓你爺爺對我有改觀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因為愛情 我得進去了 裡面已經開始了 切記不要欣賺 放心吧 我心裡清楚 現在呢我們的競價是越來越激烈了 接下來還有人要競價嗎 你怎麼不舉牌啊 不急 五億八千萬 我去 巨聲集團出了五億八千萬 現場還有比鎮更高的價格嗎 不過我看大老百貨都是出什麼 前面都是小蝦 這都夠我吃一輩子五萬八了 這地這麼便宜 能賺錢嗎 還有沒有出價更高的朋友 五億八千萬一次 天衣集團六個億 天衣集團給出了六個億的價格 現場還有人要出價嗎 還有沒有出價更高的朋友 五億八千萬一次 天衣集團六個億 天衣集團給出了六個億的價格 將我們的價格交到了八億 還有比八億更多的嗎 你出這麼多 應該沒人跟你搶了吧 這塊地只有溫氏拿下來開發 他才能值這個價 一般人受不起 八個億一次 八個億兩次 八個億 九個億 啊 什麼 啊 九個億 這哪家公司啊 這是誰啊 好久不見啊 溫總 我代表天衣集團出價九個億 請問這位女士是 這位女士是天衣集團新任總裁 葉芷宇女士 怪不得 現在天衣集團給出了九個億的價格 請問現場還有比九億更多的嗎 請問溫氏集團您要加價嗎 九億一次 九億兩次 九億兩次 九億三次 全交 恭喜天衣集團 八千五三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六 八千七 什么情况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呀 叶小姐 好久不见 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原来是初恋回来的 怎么 这笔买卖这么快就放弃了 走走走 我们先去叶会厅 叶会厅 没事没事 老板很快就回来了 走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 所以 你就是回来出任天一集团总裁的 我说是为了你 你信吗 为了我 你当年就不应该出国 我知道当年选择离开 的确是伤害了你 现在回来弥补也不晚啊 叶总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就算我当年没选择离开 我们现在也不一定会在一起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相爱就能拉近的 所以我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能成为一个和你并肩的人 现在 可以考虑我们的未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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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是温经理的初恋啊 至于吗 我又不会说出去 再说了 我只是温经理的一个小助理 这么敏感干嘛 晚上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你跟温经理说一声 你走我不好交代啊 你走我不好交代啊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我知道啊 可你并不爱她 那也跟你没有关系 月月呢 走了 好像 因为你初恋这件事 她有点不开心 哎老板 你快点说了 叶子鱼 不是在国外吗 怎么会突然回国了 煮熟的鸭子都让你给弄废了 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就连二七的地 也已经到了别人的手里 你说你让我怎么向董事会交代 是我的疏忽 我以为我的估价 已经是最高的了 没想到 对方愿意多出一个亿 来整这块地 难道你就不去调查一下 好端端的就冒出 这么一个小的公司 还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叫 这背后的人 他到底是谁啊 这个公司的投资资金 都是来自海外 现在正在调查 目前查到的首席是 叶芷瑜 叶芷瑜 就是那个 出国的小女孩 是的 那不刚好吗 现在如果你找他去聊 这事情 有可能还会有转机 你现在跟他商量一下 看看咱们能不能 一起拿开发权 爷爷 当初送他出国的是您 您现在让我为了一块地 去跟他打感情牌 就是由于 是我送他出的国 他才要感谢咱们问家 可是爷爷 等之啊 这件事情是你造成的 所以你要尽全力 把这损失给我降到最低 你不去约他 那就我去 明天 我约他谈判 好 娘 让奥 早餐 我 我到底在想什么 初恋就初恋呗 管我什么傻 不可能不可能 我是有夫之夫 我在温家一天 我就是温家人 我一定要恪守妇的 没错 像我这么有责任心的人 一定是因为拍卖失败了 而我又是特助 所以才会感到如此失落 我已经尽了全力 去发动周围所有的人们去找 之前马上就能找到 袁思雅的具体地址了 但是好像有人 故意在隐藏这一些 所有的线索全部中断 我根本没有办法继续 你的意思是 有人故意对我们 隐藏他的信息 还有可能他就是故意藏了起来 思雅 难道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宋叔哥 麻烦你帮我继续查去 我就不信 他能一直躲着 对方的势力很大 而且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就要停止现在的行为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你要是帮不到 那我去找别人 我就不信找不到他 小培啊 看在兄弟的份上 我发自内心地劝你一句 不要再找了 来 来 对着空气说 喂 您回来了 他睡了吗 睡了睡了 不过回来的时候 一直在叹气 看样子好像很难过呀 我开始想你了 某些情绪开始脆弱 才晓得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就越不舍 认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好像因为你初恋这件事 他有点不开心 我放手了你走了 可然后呢 好像是我弄丢了 可然后呢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变成回忆的漩涡 叶小姐啊 你真的愿意和我们温氏集团 一起拿下城关商业区的开发权 天一是个新公司 能和温氏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 拿到开发权的几率更高 且两家公司一起合作 温氏也能够将一期二期同步规划 利润空间也更大 那你有什么条件 说说看 温锦臣必须亲自负责 你是想报复我呀 我现在想想 其实您当时让我离开他真是明智之举啊 否则我也没这个能力来您面前谈条件 几年不见 白手起家 你确实令我刮目相看呀 你这个条件 我答应 嗯 修哲哥 你怎么大白天喝酒啊 你不会喝了一晚上吧 到底怎么了 你却找不到 你不是说他在文达氏吗 你却故意不让我找到他 他不想结婚 他有自己喜欢的男人 所以跑了 喜欢的男人 什么意思啊 你看 咱俩像傻子一样 口口吵的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在你姐还没回来之前 你先帮你姐完成婚礼 我们当时说好的 是我帮她完成婚礼 我又没说要嫁到我们家来 我已经派人在找了 你在这儿装个几天 等你姐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走了 所以说 他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 现在就真的变成 我要代替他嫁给老男人了 他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 哪有些子关心我们的感受 这儿 这儿 还能什么事 这儿 怎么能做 我家后来 我家后来 你给我走吧 你给我呀 我yti 你给我哭了 我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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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你 小圆圆 又迟到啊 早上有点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昨天我给你做的造型啊 有没有惊艳陈上 确实很惊艳 是吧 那我先去上班了 下次有这事还找我啊 知道了 任何时刻 这个 这块地呀 对咱们来说非常重要 您还得多操心 放心吧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出去 你说这种女人有什么用 成天留在身边 这是办公室 又不是酒店开房 您先消消气 咱们还是先聊聊 两个公司合作的事吧 温君 你先带爷爷他们去会议室 我出去一趟 你去哪儿啊 你给我回来 你再给他 走 你送他 对不起 感觉 你送我自己的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起 请稍后再拨 月月在哪儿 月月不是去你那儿上班了吗 你别跟我装 她人呢 该不会是我跟她说了什么话吧 你跟她说什么了 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伤她心的话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 要是因为你她出任何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那她为什么要娶我 因为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你是故意不让我杀到她 她不想结婚 她正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 哪有些子关心我们的感受 所以说 她跟着喜欢的男人跑了 现在就真的变成 我要代替她嫁给老男人了 我算是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初恋回来的 你说这种女人有什么用 成天待在身边 这是办公室 又不是酒店开房 出去 你说我弟弟现在在疯狂地找私养 对啊 就连你家老爷子都镇不住她了 看样子不把这个女的找出来 她什么都不顾忌了 我知道了 喂 四雅 最近一段时间你要小心 最后不要再露面 不知道你妹妹做了些什么 亲生那边我会想办法 我会想办法 妈 我回来了 妈 死丫头 是在日子里跑哪儿去了 我去 文大师实习了 实习 我都在本市给你问好工作了 你去那破城市干吗 你打听的 不是饿了吗 就是菜鸟驿站 难不成你真想让我去送快递啊 是阿里 大公司 五险一斤全都有 人家还看着什么 你要是愿意留下工作 我随时都能陪你过去 好啦好啦 知道啦 怎么这么烫啊 我都已经烧到三十八度六了 养了个女儿对我不闻不温 我现在已经心如死昏 就当没胜过你这个龟 那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 做梦 做完了 我梦见你已经原谅了我了 死丫头 哪那么便宜你啊 那你开个条件 说什么我都能答应你 我要吃火锅 不行 你正发烧呢 不能吃那么辣的 不买是吗 你走 没你这龟 吃啊 吃还不行吗 真的 只能吃一口 老板 找到了吗 高铁和机票都没有购买记录 再多过一点人 绝地三尺都要找出来 恕我直言 这恐怕有点难度 即便是整个文大士 也会搜个十天半个月了 要不这样 你先想办法联系上他 他最好的朋友或者什么人 他肯接电话的那种 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 快把你手机进我用一下 不行 温总 温经理好 你怎么这么笨哪 放这么多料进去 多久才能吃啊 又不会少你一口吃的 公司的电话 喂 听贵仪说 你走了 我 我 对 那个破地方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怎么了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扶走温经理 拿下这次拍卖 我便跟你解约 可惜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就失望呗 你别老拿这件事威胁我 我告诉你 以后我跟你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好啊 你跑了 那这招 我要跟温经理 好好算一算 你找他算呗 干我什么事 你决定 想泡我的女人 我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让温经理 什么不如死 那我希望 你看到他下场的时候 还能像现在这么嘴硬 继续工作 管好你的嘴 怎么啦 有话人威胁你吗 揍他呀 这么多年体育白练了 打人犯法啊阿嬷 好了 可以吃了 久违的味道 说好了啊 只能吃一口辣的啊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 这啰嗦 这啰嗦 那话你再吃一口 嗯 吃这边 这种你再让我吃一口呢 嗯 最后一口啊 我绝对不会再退步了 王女啊 那些不吃辣的人呢 简直是错过了人间美味呀 那个是我的拿手好菜 特别好吃啊 呃 我还是不尝了吧 怎么了 瞧不起我的手艺啊 小小姐 她可能是吃不了太辣 是啊 两个口味不一样的人 怎么能吃到一块呢 喂 笑容啊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帮我去看看温经理有没有事呗 哦 对了 你能不能再帮我拍一张照片啊 好 谢谢啊 吃这边吃这边 哎 温经理是谁啊 一个签奏的人 是不是 是 请问你找温经理吗 这个办公室的经理姓温吗 对啊 谢谢啊 什么 您让我猫中老男人打您 我这这这这 不投吧 小元肯定认得住啊 我们不是投资过一家影视公司吗 你去找一个专业的演员 需要好的那种 好 对了 还要又老又丑 还真是你啊 你搞什么名堂 有什么事吗 没事 这位先生来找温经理 我把他带上了 我没事我去工作了 这是小元的闺蜜 闺蜜 闺蜜 哎 我呢 哎 哥 来得正好 怎么了 来来来 打我打我 啊 我让你打你去打 等会儿再给你解释 来吧 打我打我 做的样子啊 别真打 我说三个说 一 二 三 行了吗 起来起来起来 这是错药了 赶紧去盯下皮球车 看月月会不会去找她 好 对了 哥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不是听说你失败了吗 过来看看你 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就来了 我来办点私事 我听说爷爷很生气 没事吧 我可告诉你啊 不要把事情搞太大 不然他会更生气 你不会还因为那个女孩吧 真要决定三尺把他找出来啊 不用 我相信他会自己回来的 好了 不说他了 对了 哥 你这次回国 待多久啊 办完事 办完事就走 你还是回来吧 公司需要你 我回来干嘛呀 天天听老爷子骂啊 你好好干 只要他高兴 咱们就过得快活 行 我看你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不说了 哥 明天去我家喝酒吧 你今天很奇怪啊 怎么着 你是内心又有愧疚感了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是我弟弟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上给你的 别多想 除了女人 明天见 那我送你 不用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 蜜老娘 你就真的不在乎我吗 你就真的不在乎我吗 怎么 你男朋友啊 瞧你心疼的样子 哎呀 妈 不是 被打的那个吧 长得还行 就是太窝囊 怎么不知道还手啊 你要是担心他 回去看看他 妈 你说是不是真有那种黑社会 就是 弄出人命都没事的 想什么呢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没看满大街的扫黑除恶吗 谁还敢说是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啊 好 我们没想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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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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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 你 以为你在哪 空荡的房间 剩下我一个 开始下雨了 开始下雨了 某些情绪开始 最我才晓得 曾经拥有过 才会脑的 来呀来 你说 有五百亿呢 五百亿呢 你的选择 可然后呢 爱 我放手了 你走了 可然后呢 爱 好像是我弄丢了 可然后呢 爱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眼前回忆的漩涡 这是我 老百亿呢 我 老百亿呢 老百亿呢 我